這是南老市說有牛肉裡面一間味習慣 也是為他一間在菜市場裡面有涼氣的味道 因為我跟我先生啊 我們兩夫妻對吃牛肉麵就是很喜歡 所以我們到處我們就是會開著車子啊 到處去試每一家的牛肉麵的口味 然後在還沒營業之前呢 我們吃完之後回來就會慢慢研發 各家的那個口味 然後每一家煮出來 就是讓我們自己先試吃啊 還有我的小孩 還有我也會煮給我的親朋好友吃看看 經過半年的研發 老家的牛種已經研發出 適合台灣人口味的牛肉麵 看到老家的牛肉在炒牛肉 實在是讓人看到脆弱都會流出來 我們常帶女兒來吃 然後他牛肉很好吃 我都吃牛肉拌麵 因為我一般來講 我是都吃他的豬肉麵 他的豬肉麵那個味道很香濃 跟一般的那種就是純粹在上面的那種感覺不太一樣 就是吃過才會比較印象深刻 牛肉口感比較軟 然後他也軟硬勢中 很Q啊 他的牛肉很新鮮 雖然只有兩個人沒有在經營 但是他們也是很有愛心做工業 推出愛心參觀 三九學校要提供經濟困難家庭的小朋友 可以來這裡吃吃東西 因為我自己本身在學校當任志工 已經擔任大概將近第九年了 那在這九年當中呢 陸陸續續看到很多 經濟狀況不是很好的家庭的小孩 或是一些新住民的小孩 他們有時候可能在吃的方面不是吃得很溫飽 像有些小孩也都沒有吃早餐就來學校上課 雖然我不是做早餐啦 但是我覺得我能力範圍之內 我還能夠做得到的話 我就想說我是不是可以針對這些比較弱勢的小孩 提供這些愛心參讓他們享用 記者五位賣 彩虹報道